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吉祥物林儿 我是光儿 走在林光郡白秀海岸道路上就能看到丁友在乱石猎父迅捷之地 指定为全罗南道纪念物的丁友在乱猎父迅捷地 是为了纪念坚守忠贞而跳海自尽的夫人们所建立的碑石 丁友在乱时期 住在全罗南道咸平郡越野面 月月里的东来正式及锦州正式夫人们聚在一起商议政策 乌军又攻过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男的都出去打仗了 可乌军近在眼前 我们是否应该避一避啊 被乌军抓到肯定会遭到凌辱 避一避吧 陆地 乌军太多 做船避难怎么样 好 告诉门宗的其他夫人们吧 就这样 九名正式夫人乘船开始了避难之旅 茫茫大海 我们应该去哪儿呢 只能听天由命了 在大海上漂泊的夫人们 在灵光郡 白秀义 墨房谱被乌军发现了 放手 把你们的脏手拿开 哼 安静点 乌军强行让夫人们乘坐前往日本对马岛的船 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 应该是日本吧 被乌军凌辱还不如死在这大海中 对 此生再怎么辛苦 也不要受到乌军凌辱 正式门宗的九位夫人决定受侮辱 不如正义地死去 于是跳进莫房谱前海训捷了 一百年后 俗中七年 为了缅怀他们的贞结 朝廷在咸平郡越掩面越岳里 建立了精烈阁与猎女训捷碑 为继坚守忠贞的福人们 并给他们建立碑石 让后人们永远记住 1942年在他们的训捷地 林光俊 白秀义 大新里 建立了八列腹训捷碑 当时 因为后孙们的意见分极 只建立了八列腹的石碑 碑亭的结构为四根八角 石柱上有八座屋顶形屋盖石 建立于1946年的同样规模的 密洋瓢式的碑亭 就坐落在八列腹碑亭的左边 缅怀为了忠贞而死去的夫人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